除了學懂如何處理家中個人的大小事務之外 亦都可以充實自己,走近社會 更加跟家人有講不完的話題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樂姿 她如何藉著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超級媽媽 我叫樂姿,我讀家庭主婦十年 我小兒子九歲了 買爽洗衣服、煮飯、臭小朋友 都佔了我大部分時間 我都會堅持上台 因為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令到我沒有大改變 最初在我小兒子的學校裡 看到宣傳單張 有電腦放開一項鍋 我又不認識,就試試看 有一次我在上學 跟我電視聊天 她提及到收紀線群這個道理 就是藉著收紀線群的概念 讓我找到人生的學習方向 這個方向令我改變了規律 開始我自己參與社區服務 藉著這個改變 我小朋友看到我不同的地方